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比畅马上帮她圆场 单一纯是好意 但她的意思却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再者来说 终声代歌手也是对歌手的一种褒奖 有实力 有作品的歌手 才能被称为终声代歌手 节目组称周比畅是终声代歌手 是在说周比畅是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 然而单一纯却误会了 以为节目组是说周比畅很老的意思 单一纯的种种发言让人很不适应 有些观众认为她太不会说话了 然所以她的路人员比较一般 可是她的节目里却是实实在在的团宠 周比畅选她的新歌比赛 大张伟送她人生金句 戴佩妮邀请她组队想做她的姐姐 周比畅用单一纯新歌比赛 本次四组歌手合唱的曲目 是由晚辈歌手选择的 单一纯原本是给周比畅 发了很多歌单让她去选择 结果周比畅一个都没相中 周比畅选择了单一纯的新歌 喂 这首歌是在节目录制的前一个月才发行的 用这样一首歌来比赛非常危险 因为这首歌还没有打响知名度 而且本身也没有多经验 观众无法获得共鸣 最终这首歌获得85票 排名第二 仅仅比吕芳和翟萧文的 你给我听好高出6票 无缘B组决赛 周比畅已经出道16年了 她本身就是选秀出道 比谁都明白在音乐比赛中选取的重要性 用新歌比赛非常吃亏 周比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然而她却依然选择了帮单一纯打歌 周比畅输掉了比赛 但是她帮单一纯新歌提升知名度的目的达到了 周比畅真的很宠单一纯 大张伟送单一纯金句 单一纯的这首新歌味 其实是自己与自己谈心 歌词讲述的就是 想挣扎又不得不妥协的心态 单一纯与周比畅合唱完以后 也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悟 她才出道一年 原本她只是想把歌唱好 但是发现做艺人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时常感到苦恼 大张伟用过来人的经验 给单一纯很多建议和安慰 最后大张伟说了一句人生经典金句 不必四处看 你就是答案 别看大张伟平时大大咧咧 好像很没有正式一样 但是在关键时刻 大张伟总是能说出很多正儿八经的东西 她送给单一纯这十个字非常管用 很符合单一纯目前处境 不知单一纯能否用心记住这十个字 戴佩妮主动发出橄榄枝 单一纯和周比畅虽然没能进入B组决赛 但是却获得了冠军队伍的喜爱 戴佩妮在选择队友的时候 非常宠溺地说 希望单一纯多一个姐姐疼爱 言下之意就是想和周比畅与单一纯组队 台上的歌手都是经验丰富的 与谁组队才能赢 大家都很清楚 连观众都知道戴佩妮选错了 如果想赢的话 选大张伟和汪苏龙是最正确的选择 因为这两位创作能力很强 现场气氛很好 很容易获得高票数 然而戴佩妮嘴上说想赢 可还是选择了单一纯 说明在戴佩妮心中 是真的很喜欢单一纯这位妹妹 别看单一纯经常语出惊人 看起来总是说一些得罪人的话 但是戴佩妮对她总是另眼相待 经常夸奖她 对她的评价很高 观众员比较一般的单一纯 在节目里可是团宠 周比畅为她打歌 大张伟为她变得正经起来 戴佩妮为了与她组队 直接放弃了赢比赛的机会 要知道A组林子祥 胡夏 薛之谦 垂纳丽莎是很强的 戴佩妮现在的四人组 与A组比起来胜算并不高 如果与大张伟和汪苏龙组队 方可有一战之力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果然套路得人心 我们的歌大张伟组赢周比唱组 看得好气 我们的歌来到了第六期 这次是成团之前的最终一役 也因此更加扣人心弦 这期我其实对文方四宝满怀期待 因为吕方上气放话 要认真对待比赛 想必这次会放大招 好好在歌曲改编上下功夫 可惜的是期待再次落空 文方四方的表现 依然四平八稳 没有亮点 但这期让人没想到的是 周一上班冒险唱新歌 一首位让人眼前一亮 刷新耳朵 我满心期待他们能够赢得比赛 谁知竟然败给了套路歌曲那一年 难道真的应了那句 自古真心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吗 下面我们就来回放这首首轮赛事 看个究竟 吕方 翟肖文 你给我听好 翟肖文选的这首 你给我听好 是陈玉逊的歌 发行于2014年 由林熙作词 林俊杰作曲 吴庆龙编曲 收录于专辑《迷闪》中 这首歌曲 词和曲都非常经典 非常打动人 也因此被广泛传唱 成为一首大热金曲 当然 此曲作者也因此获得超高荣誉 林俊杰获得第26届台湾金曲奖 最佳作曲人奖 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提名 林熙获得第26届台湾金曲奖 最佳作词人奖 如此经典的一首老歌 很期待吕方他们能够大刀阔斧地改编 唱出自己的特点来 遗憾的是 我仍然没有看到他们在歌曲编排上有新的想法 也因此成绩再一次垫底 另一个原因 则是翟肖文很年轻 可能感情经历少 对歌词也很难能够有深刻的体会和理解 所以在表达上 更多地停留在把歌唱好听的层面 就像他说的 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 觉得非常的好听 所以会选择这首歌 吕方准确地把握了这首歌曲 要表达的情感 劝解 态度 包括歌曲表达出的价值观 都在字词的语气上有所表达 只是吃亏的是 这是舞台 舞台需要一些表现力来刺激观众 所以吕方和翟肖文的这首 《你给我听好歌曲》选得很好 但在改编上太保守了 垫底也在情理之中了 周笔唱《单依纯》 《卫》 单依纯能够选一首 大家都没有听过的新歌 勇气可嘉 他完全可以选自己的成名曲 或者其他老歌 这首位在今年的八月份 刚刚发行 是冒着热乎气的全新作品 歌曲表达了一种 面对世事的个人态度 单依纯也说 自己之前只是想把歌唱好就行 但发现在娱乐圈发展 还是需要各方面平衡好 这首歌的词曲 均是刘凤瑶 表达出了单依纯的内心的心理活动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 自己的经历 这首歌曲的旋律很上头 Rubble曲风 婉转和忧怨 太适合这首歌了 将内心的这种纠缠和怨怼 准确捕捉到 单依纯和周笔唱的演唱 《平分秋色》 像一对姐妹花 心有灵犀 能够传递给对方情绪 甚至对歌曲的理解 都是同步的 两人在演唱技巧上都有突破 让我们看到了 唱流行歌曲之外的全新表达 还有他们驾驭这种复杂情绪的歌曲 更为丰富的情绪和内涵 感谢观看